第六百二十章 圣经大圆满 原来却是毕经纬这个功劳榜上第九 嗯 现在是第八的高手社局 想要服杀寿坤 谁知道 竟然被他得知 联合轩辕殿的高手来了一个提前突袭 差点就杀了真武学府的诸多高手一个人养马帆 但是正在这个时候 一个人出手了 那就是叶西文 一出手就是雷霆之士 彻底击溃了寿坤 之后又趁势击杀了李一峰 连杀两尊功劳榜上前二十的人物 这等手段惊天动地 甚至还有传言说 寿坤当场突破到了大圣境 但是依然被叶西文给斩杀了 当然 对于这个传闻 并没有什么人相信 叶西文不过是一个区区圣境大成而已 在许多人的眼中 不过是小人物一个 根本就不知一提 不入法眼 能够以圣境大成 击败半部大圣后期 就已经是偷天之性了 圣境和大圣之间的屏障 是那么好跨越的吗 对于许多人来说 那就是天谦一般 就算是他们这些 能来魔界试炼的 在核心弟子之中都是佼佼者 但是面对大圣境的屏障 依然感觉无力 也从来没听说过 什么密法能将人的修为 一下子从圣境破入大圣 因此这个传言 也只被当成一个可笑的传言 迅速就被淹没在了 诸多传言之中 在传言之中 叶西文施展了什么密法 大发神威 竟然连斩两尊功劳 榜前二十的人物 虽然许多人都觉得 他是使用了什么密法 但是依然可以说的 尚是精彩绝艳了 再看叶西文的功劳榜上的排名 还在几千名开外徘徊 一时间 原本声名不显的叶西文 一下子就成了名动一方的少年英杰 在叶西文声名雀起的时候 却也有许多质疑的声音冒了出来 不过是一个取巧了走运了的小子罢了 定是和必经伟联手 才让他捡了这个便宜的 有人不信说道 许多人都相信这种说法 和叶西文借用密法功力大涨之后 击杀了寿昆以及李易峰的说法相比 还是这样的说法更得人心 看起来也更靠谱一点罢了 有什么可嚣张的 这下子一定将宣源殿和万寿山庄的人都得罪死了 这到时候面临这些高手的围追堵截 根本就是死路一条 就算是有什么激发功力的密法 难道还能次次都用不成 那些密法每一种都有巨大的后遗症 有些不屑的说道 尤其是知道了叶西文可能是凭借着什么密法 就更不放在心上了 这种密法 虽然威力绝伦 但是往往有不可挽回的后遗症 尤其是威力越大的 后遗症也就越严重 叶西文以圣境大成之身 击杀了寿昆 可想而知这密法厉害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越厉害 也就代表着越厉害的后遗症 面对宣源殿和万寿山庄的围追堵截 能活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且有许多人听到这里 都起了心思 能让一个圣境大成的小人物 击杀寿昆这样半步大圣之中的无敌高手 这门密法肯定也厉害的不得了 虽然有很大的后遗症 副作用 但是还是有无数人都想得到它 保不齐自己什么时候就有用得到的时候 后遗症再大 能有死亡严重吗 能有这么一门功法护身 那么在这魔戒之中 生存的希望就大大的增加了 这些人怀着种种目的 要寻找叶熙文 夺取叶熙文身上所有的武功秘籍等等 除此之外 失去多位高手 元气大伤 颜面大师的宣源殿和万寿山庄 更是不肯罢休 发誓一定要击杀叶熙文 这叶熙文倒行逆施 触犯众怒 从今日起 我宣源殿和万寿山庄 与之不死不休 提供消息者讲一千万灵元丹 能击杀叶熙文者 讲五亿灵元丹 此消息一出 顿时掀起惊涛骇浪 五亿灵元丹 就算是大圣都会心动 前往去找叶熙文的 当然不会是他们个人出的 应该是他们背后的大势力 暗示出手了 虽然五亿灵元丹很多 但是对于轩元殿和万寿山庄 这样的庞然大物来说 却根本不算什么 无论是李一峰还是寿昆 都是他们精心培养的绝顶天才 现在一遭死在了叶熙文的手上 他们焉能善罢甘休 一时间叶熙文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无论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 叶熙文都成了众人目光的焦点 尤其是轩元殿和万寿山庄 联手发出的悬赏 更是让无数人都蠢蠢欲动了起来 许多自认为武功盖世的人杰 都纷纷前往寻找叶熙文 想获得这些奖励 尤其是如果能斩杀了叶熙文 那么就将一步登天 有五亿灵元丹在手 据算是用灵元丹杂都能生生杂进大圣境里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自信 毕竟他们都是杰出的人杰 而在这个时候 之前一直没有动静的真武学府方面终于动了 毕经为等几个真武学府 这次进入魔界之中的领头者 联合发话 谁敢去帮轩元殿和万寿山庄 就要做好被真武学府 不死不休的追杀的准备 叶熙文 真武学府保下了 谁去找他的麻烦 就是在招惹整个真武学府 真武学府虽然没落了 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这个没落也仅仅是相对于当年而言的 对于其他势力来说 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 这一发言 顿时让许多原本蠢蠢欲动的人 一下子就冷静了下来 是啊 这灵元丹确实不少 但是也要有命却享受才行 真武学府的介入 让这本来就已经混乱不堪的事情 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等于是直接撕破脸和万寿山庄和轩元殿杠上了 原本万寿山庄和轩元殿损失惨重 在众人眼中都是受害的一方 以叶西文这个原先名不见经传的小子来平息两大势力的怒火 在许多人看来都是核算的 势力和势力之间的交锋 看的是大势 一个人两个人的得失都不可能动摇势力之间的根基 相互妥协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而据说真武学府 几个领头者之间也是爆发过剧烈的争吵 就是为了是不是要死保叶西文的问题 有人认为 只要他们不落井下石 就已经算得上是对得起叶西文了 毕竟叶西文的死活和整个真武学府来说 还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毕竟尾却是力排众议 最后促成了死保叶西文的决议 在做出了利保叶西文的决议之后 真武学府就和万寿山庄 以及轩辕殿的爆发过几次巨大的冲突 双方各有死伤 一时间 整个魔界边荒地区 都一下子像炸开了锅一样 沸腾了 而在所有人都在关注这个事情的时候 原本该是主角之一的叶西文 却一下子消失了 在所有人都为了他的事情争论不休的时候 他就像是从来不存在一般 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有人说他是胆小 躲起来了 但是不论外面的人怎么说 他就是不再出现了 一片无边的魔兽山脉之中 无尽的魔器正在犹如一个巨大的漏斗状 朝着一个地方奔涌而去 像是一个在潜伏的怪物在经西天上的魔器 造成好大的景象 但是许多的魔兽却更加的不敢靠近 魔兽又不是人类 遇到如此强势的生物 只有躲得远远的 山脉之中一处山洞外面 灵妃躲着小碎布 有些不耐烦的神色 不时的看向山洞内 不断的抱怨 无聊死了 死夜西文 臭夜西文 还说带我去人界 结果都是骗我的 大哥哥他没有骗你的 只是他还有些事情要在魔界处理 一旁传来小雅脆脆的声音 一张精致的小脸上 满是认真的神情 好好好 你每次都向着他 真是没劲 灵妃嘟着小嘴 有些不高兴 饶是他平时也算是伶牙俐齿 但是每次看到小雅的神情的时候 都会败下阵来 有时候灵妃也偶尔会觉得 自己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 嗯 只是偶尔而已 但是面对小雅的时候 却是完全没办法的 小雅只认夜西文说的是对的 看他那么认真的样子 自己想说什么都说不出口了 当然 他也知道 夜西文还在魔界试炼之中 等到魔界试炼结束之后 他就能跟着夜西文出去了 想到这个 他的精神便稍稍振奋了一些 看惯了魔界 几乎是千篇一律的风情 早就想去看看 传说中花花世界 一般的人间界了 跟着夜西文走的这几个月 他发现比自己过往所有的经历 都要刺激的多了 因为时不时的就会遇到找麻烦的人 虽然战斗的双方在他看起来 根本不算什么厉害的 但是他就是看得津津有味 在族中 哪有人敢和他真的出手 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周围的魔气 开始加速朝着洞穴内席卷而去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气旋 轰 墨的 整个山东之内 一股磅礴的吓人的气势 从其中疯狂的涌出 周围的魔气 法则都在这股气势之下 疯狂的扭动了起来 许久 这股气势才终于消失无踪 一道青涩的身影从其中走出 见守在门口的两人 夜西文脸上露出几分笑容 几个月的闭关 终于成功 他终于破入了圣境大圆满 在圣境这个层次的修炼 终于圆满了